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香港乐坛最繁荣的时代 诞生了众多天王级歌手 比如谭永林 陈百强 张国荣等人 他们的歌至今还影响着世人 说起香港当红的歌手 现在的年轻人率先会想到四大天王 在他们面前提到关正杰这个名字时 就会感觉到有些陌生 但在那个时候 他就是歌坛的歌神 众所周知 乐语流行音乐是香港的一大特色 而关正杰正是对乐语歌曲的流行和发展 有着读书的贡献 使得乐语流行歌在华人世界流行开来 不过尽管是天王级的巨星 他却非常淡薄名利 很少抛头露面 尤其是在八十年代 他连续六次获得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 并且是首位获得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的歌手 但这些似乎不为外神所熟知 因为他从未因此炒作过自己 这或许就是他在香港乐坛被人尊重的原因 他的作品很多 如《万水千山纵横》 《渔州畅满》 《神在旅途散泪时》等 手手筷至神口 聚聚荡气回肠 而他之所以能演唱这么多武侠经典 也是因为声音非常适合 似乎只有他才能够唱出那种撼动人心的侠气与力量 张学友就曾翻唱过他的几首作品 虽然唱得很好听 但与之相比 还是有所不及 其实关正杰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那就是他并非科班出身 作为业余歌手 他本职是一名建筑师 但职业上的业余并不代表水平上的业余 要不然他也不会有那么多辉煌的成绩 1949年 关正杰出生于香港 习惯广东南海 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 毕业之后 很自然地从事了建筑师的工作 受聘美国一间大则师楼 提到美国就有了工作 但他对音乐很感兴趣 在高中时就做过乐队 当时主要唱英文名歌 所以当时的他还会兼职做歌手 随着许冠杰等歌手积极唱到粤语流行歌曲 他也从1976年开始唱粤语歌 从那以后 他并演唱了一系列电视剧及电影歌曲 各个都是家喻户晓 一首《雪中情》唱得情深一切 成为赞美爱情纯洁的传世经典 这首歌是家事剧集《雪山飞狐》的主题曲 一时间 他的歌声响遍了几大电视台 《天龙爵》是天残变的续集 主题曲依然由他演唱 这部剧不但剧集收视高级 而且豪情万丈的主题曲更是广受欢迎 作为《天龙爵》的插曲 《惨梦》一出 可谓横扫乐坛 他把这首七七惨然的相思情歌唱得非常动情 从暗恋到渴望再到担忧 一字一句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他纯朴不加修饰的声线 正是打动人机的关键 观政节可以说是幸运的 因为这一年内他遇到了太多优秀作品 而且随着电视剧的热播 充满乡土情怀的大地恩情《金山梦》 也令他的视野上了新的高度 他抓住了机会 所以成功了 1981年 PVB剧集《英雄初少年》 是那个时代武侠剧主题曲中的佼佼者 虽然顾家辉等人的出品不然出彩 但观政节坚定而豪迈的演绎 也是关键的一部 当年推出的《这张大碟》 卖了个满堂红 上市两天集朵白金唱片 甚至卖断了货 既露赤金无人能破 《万水千山纵横》这首歌 虽名为虚竹传奇主题曲 但从此中意境看 此种豪气 此种柔情与遗憾 非乔峰莫属 和虚竹一点边都沾不上 黄瞻的词 顾家辉的曲 加上观政节的演绎 江乔峰的气势 淋漓尽致地唱了出来 以前的武侠歌曲 有江湖的味道 潇洒豪迈 更有儿女情长 《熟情婉约》 《天龙八部》的插曲 《两望烟水里》 就像李白的 《唯见长江天际流》一样 令人回味无穷 既有深情之愿 又有自在随缘 双关配合天衣无缝 让这首歌 成为乐不朽的主题金曲 当时由于有两首金曲入选 香港电台决定 为他增设IFBI大奖 他也是第一个获此奖的歌手 从1979到1984年 第一代香港歌星 是唱各大奖项颁奖礼时 观政节虽然神器 不及其他歌星 更所获荣誉 却让人不敢小瞧 这几年 他在《十大中文金曲》中 斩获了多个奖项 一共九次入十大中文金曲 另有三次入选 十大进歌金曲《无神可比》 期间他还在 耶丽莎白体育馆 举行演唱会 开创了香港歌手 与管弦乐团合作的先河 虽然此时 他的正职依然是建筑师 但在舞台上的出色表现 让人毫不怀疑 他歌唱的专业性 还获得了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也是香港歌坛 第一位获此荣誉的男歌手 除此之外 他的《情爱几多衰》 《西别歌》 亦或是被奉为 《粤语歌》 《角刻书》的《永梅》 每一首都是后人难以超越的经典 最值得一提的荣誉 也是每一个香港歌手 梦寐以求的荣誉 金真奖 可有意思的是 他居然俊领了 那是2006年 第29届十大中文金曲 《金真奖》 有意给他颁奖 并邀请他回国领奖 但他却以不想为回来领奖 而减肥为由 拒绝了这个奖项 相比坊间流传的那个 刘德华聚领金真奖 他这才算是真正的拒绝 值得一提的是 歌神张学友将他奉为偶像 参赛时演唱他的《大地恩情》出道 还被媒体冠以 观政节接班人 这样的影响力 让他能与徐晓凤和林子祥比肩 并与徐冠结并称歌坛双结 1988年 开始萌生趣意的观政节 出版了最后一张大碟 《一个秋天》 其中无论是同名曲 还是大约别离时 都散发着淡淡的离情别叙 离开香港前 他录的歌曲是《宇宙唱晚》 歌录好之后便离开了香港 远赴美国定居 他唱过很多卢国詹填词的歌曲 但《宇宙唱晚》具有特殊意义 毕竟这是他赴美前录的最后一首歌 所以在临别香江前 他特别向卢国粘制线 或许这是歌者评歌记忆的一种道别方式 既是大家早该察觉到的 出席了几次公开活动之后 1990年 关正杰和家人一同移民 前往美国西雅图 前些年有从美国回来的歌迷透露 他在西雅图有一栋大楼 靠收租都能过上富足的生活 因为他和妻子都是建筑师出身 所以在当地他们继续做建筑师 甚至当起了开发商 完全和娱乐圈脱离了关系 相比于唱歌 他更爱他的建筑事业 更爱他的家庭 过去二十多年来 不少人有事说他付出 卷头无功而返 早两年他被拍到一头白发 但精神绝硕 现属金他和太太 在那边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 看到如此淡薄的关正杰 网友们也就理解了 为什么他能够轻易地 对金真讲说不 毕竟看透了生活之后 这些虚名简直不值分文 纵观整个华语乐坛 跟关正杰这样经历辉煌之后 急速隐退的歌星 就只有刘文正和佟安格等人了 不管曾经多么光鲜 离开时那种灰一灰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洒脱 还有离去就不再复出的决绝 就和他们的作品一起 永远留在了歌迷们的记忆中 去年六月 知名主持人车书梅 突然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晒出了一张照片 并发文称 真是他吗 在曝光的照片中 一对老年夫妇 坐在餐厅吃饭 两人笑容灿烂 手舞足蹈 似乎在跟一旁的人热聊 有网友看到照片之后 立马认出满头白发的老人家 正是一代歌王 关正杰 大家都兴奋不已 以为关正杰终于露面了 但很快有人发现 这张照片不是近照 翻查资料之后 大家才知道 这张照片拍摄于2014年 当时有粉丝在国外唐人街的一间餐厅吃饭 期间偶遇关正节并拍下照片 于是网友们追问车书梅 突然把关正节的照片出来 是想邀请她上节目的专访吗 对此车书梅回答 确实很想 这些车书梅在电台主持着一档 叫做旧日的足迹的节目 节目经常邀请一些罕见露面的艺人 上来接受采访 不过关正杰退圈30多年来 一直隐居在国外 行踪十分神秘 连顾佳辉 李在堂等好友 邀请她付出 她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纵然车书梅在圈中 神圆甚广 但想邀请她向节目 真的是不太容易 之前卢国粘开作品演唱会 人人都问一句 主办单位 可以邀请到关正杰回来唱歌吗 因为关正杰是唱卢国粘填词的歌 歌曲量最多的一位 可惜至今为止 没有任何单位 能把关正杰请回舞台上 不难看出 她口中的退出 是真的隐退了 关正杰作为香港乐坛天王巨星 在她最辉煌的时候 选择退出 这样的魄力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的 现属进了她远离演艺圈的 纷争烦扰 过好自己的生活 虽然已经不再出现在大众事业内 但她的那些歌曲 永远停留在人们的脑海中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宇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